我也是在日本遇到一個 也是在交通上的一個 很假的禮貌 就是我那時候跟我女朋友 我們去東京嘛 然後我們要坐一個計程車 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嘛 然後整個過程中 你就覺得這個計程車 實際真的是人很nice 超禮貌的一個人 我們要上車的時候 他只能跑下來 等一下 你鞋幹嘛穿這麼大呢 幫我們開門嘛 你鞋子等一下要緩嘛 我剛剛也是 對 還幫我們上那個拖鞋 沒有 我們就上那個車嘛 然後一路到那邊 一直跟我們在講話 聊天啊 你來這邊幾天啊 然後你是哪裡人 很開心嘛 這樣完之後 要付這個錢下車了 然後那時候是 還是紅燈 所以我們就是要搶那個過馬路 因為我們要到另外一邊嘛 但是那個 我們在過馬路的時候 它變成綠燈 所以那個計程車 實際要往前走 他就差一點點撞到我們 也不是差一點點 但是就是 他就開始按喇叭 然後就 把他開走了 然後就開走了 然後想說 因為對我來說 如果你在我鄉下 你對我按喇叭 我會跟你揮手 就欸 你好 他開完之後 我那個女朋友 他就找我 說不要跟他揮手 我說怎麼樣 他說還在罵你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把他按喇叭是全世界 都聽得懂的 我那 我是美國啦 我那時候是美國年輕人嘛 我聽不懂 但你都專把日本Main 你怎麼知道 你一直在把日本Main 我們就穩穩溝通啦 但我那時候 我覺得日本人 那個聲音一美了 他們就 就馬上變了 是 因為角度這一塊是 對 你講沒錯 就是說 因為我們日本的車品非常好 很少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喇叭 喇叭 除非碰到像賈斯汀這種 對 超白路的人會太生氣 是碰到還是動作 那基本上我們 自殺貨的機會很少 那在台灣 我老實說 市民達到中小東路 每一天會看得到 就是這時候 一個禮拜兩三天開的那個 因為你們太習慣 那就是每個人是 你們是槍位子 這個已經習慣 但是我們日本人 真的很少搬阿拉巴 或許是被撞到 阿拉巴什麼時候 阿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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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巴要換喔 所以就是說 撞到我們 是這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不是說 你撞到 警察罪不是喔 然後我真的撞到 我靠 我真的火都上來 因為這個東西 日本有可能 台灣的那個自殺貨 有可能是受傷 但是不太會死 因為你們就是已經習慣了 但是我們日本人要嘛 就是 要就是沒事 要嘛就是很嚴重 所以砰砰到就是 到底你在幹嘛 火都突然上來了 對 把過去所有壓抑的 日本人的個性都抓起來 是是 但日本人真的是 我覺得他那個禮貌功夫 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但是啊 有個缺點就是 就是 像我之前常常會去 你也知道 知道很久了 沒有 我會說 禮貌 禮貌的功夫 真的續航力不足 像我之前常常會到日本出外景 然後有時候會跟 當地的觀光局做合作 然後 因為你到日本也不熟 尤其又是在工作的場合 所以一定那個禮貌功夫 會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比如說 我們在現場錄了什麼東西 這個景點一錄完 日方人員就會站在後面 很會做效果你知道嗎 我們講什麼他們就 可愛 就很會做效果 但是我們一趟去拍 可能通常都一個禮拜 這個狀況只會發生在 第一天或第二天 到第三天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 他們就會 錄完的時候他們就 很會 結果開始已經慢慢累了 就慢慢冷淡下來了 通常到第五天 到第六天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理你們 你知道嗎 你就錄你們的 然後旁邊就滑他們手機 做他們的事情 就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這樣子 對 會耶 會累啦 因為第一天就是說 因為他第一天效果做太滿了 真的 就跟夢多馬出外景 第一天 大家好 是夢多 到超多 後面幾天就開始發 然後到最後後面幾天 他說今天真的很累 對 力氣行力不足你看 因為前面是我的力氣用完了 對 其實除了日本人以外 我覺得滿會假禮貌是台灣人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 會嗎 又要得罪人 我覺得台灣人好像滿多面的 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是真誠的 對你好 只是因為我在工作上很常遇到就是 之前我去拍雜誌的時候 跟幾個模特兒在韓國拍 然後有其中一個女模 她就一直在糾纏那個總編 然後總編長總編短 然後一直幫總編做很多事情 倒水啊拿東西等等 然後她就做 然後從外人看 我會覺得他們可能已經合作很多次了 但是後來才知道 其實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 所以你就覺得 怎麼你可以第一次見面 就做這麼多這種假禮貌的東西 然後後來在休息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那個女模在跟... 在講電話 不知道跟誰講電話 她就說累死老娘了 然後就什麼 如果要不是我下一次 老娘 累死老娘了 要不是下一次我想要拍的話 我才不要對她這樣好 所以我聽到就覺得 台灣人其實只有很多面的像 因為在新加坡的話 我們很直接 喜歡就是喜歡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這種Kiss Ass的人 應該全世界都有吧 有 但是我覺得台灣特別多 我覺得啦 美國才多吧 我遇到的人很多 我們只是習慣把心裡的話 給講出來而已啊 只是背對的那個人去講而已啊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吧 所以才不知道到底台灣人 對你是真心還是假 對 我覺得 難道新加坡不會有這種Kiss Ass的人嗎 對啊 也會但是我... 巴結上司什麼的 也會但是我們不會那麼多 對 那你們會做什麼事 我們會做什麼事 沒有 我們其實很直接 如果我們不喜歡你 我們直接就是 你會知道我不喜歡你 但你就知道這個人是你的上司啊 你討好他就是有工作做啊 我知道了 他們就不會在後面再跟人家抱怨 他們就一直夾下去 對... 就要夾就夾到底 對... 不能說 我們不會像你們 會做後面很多事情 我們不會 對 後面... 你到底做什麼事被他抓到 他為什麼一直在說你呢 或我 對啊 那你喜歡小梁哥嗎 喜歡啊 很愛 不誠懇的臉 你看到 那邊 可是我發現台灣人有的時候也會加禮貌 尤其是服務人員 就像我最近有一次我要去一個白貨公司 然後我就是要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覺得要去買一個果汁啊 然後我去買果汁的時候 因為我在一邊講電話 一邊要買結帳 所以我就是很... 就是我算是沒有時間 就是很細節的跟他講 我就很快講 然後就說我要葡萄油先炸鍋汁 然後不用加湯 然後不用加冰塊 謝謝 然後就是那個服務人員 他是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 算是... 就是也不算是阿嬤 就是可能是... 一個阿姨 阿姨 對 然後他就說 啊? 什麼? 然後我就以為他可能聽不懂 我就說 我就跟他看就是這個鍋汁 然後說 就是用英文說不要... 然後不用拼快 然後我繼續講電話 然後他就是一直小小的跟我說 啊... 好啦 我剛剛沒有聽到啊 怎麼樣 然後都是很有禮貌 就小小的回答 然後就幫我做 然後他好像沒有看到 我就走過去 就是他旁邊的那個要 已經取貨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繼續講電話 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會國語 所以他就是一轉身 他就跟另外一個服務人員說 這個老尾到底要幹嘛 那你會講國語 為什麼要用英文講 因為剛剛跟他講 跟一個阿姨點餐 我剛剛跟他講啊 他就是... 他的整個臉就是 他聽不懂我講什麼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在用 他更聽不懂的英文在講 沒有... 他一直說不懂的意思 因為他繼續講 他說 幹嘛不加糖很酸 然後怎麼樣 然後一直討論就是 我這個老尾喝果汁好奇怪的 然後就怎麼樣 然後在這邊講電話 然後就是用什麼 魔明奇妙的語言 是在講什麼 然後就是一直講講講講講講我 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 他為什麼要在我面前 這樣子講我畫畫 沒有 現在... 現在有很多人是看到外國人 他還是會在旁邊講他 就用中文 就是連你有沒有講英文或是中文 還是會在旁邊講 因為我們... 因為對我來說聽這段故事 我覺得是相對的啊 你也沒有尊重人家 所以你用英文跟人家點稱 人家是阿姨 我剛剛有講 然後你知道最後... 他可能真的沒有聽到 那你可以用國語再跟他講 好 可是後來我就這樣 我不用夾冰塊了 他也知道我會中文 而且他... 誰會 他就是沒有聽到 就是湯 他以為我是要湯 就是那個醬 他也是跟這個服務人員說 他在中文怎麼來 他就說要湯啊 我們這裡是做鍋子 好 代替阿姨跟你道歉 謝謝 我有採英國 有很多這樣加的美麗毛 我覺得我以前住好幾年在英國 然後他們有一個說法 常常會說是 Oh lovely Oh so lovely 然後我在... 以前我在搭工 在一個餐廳 那一家餐廳 然後有一些客人 他們常常也會來 然後跟老闆說 Oh today you look so lovely Like 我們覺得很尷尬 因為真的老闆幹起來不lovely OK 真的 Nana真的 然後剛剛也起來 幹得出來 昨天他們又睡覺 很累 但是Oh you look so lovely 然後他們吃飯以後 Oh the food was so lovely No the food was like It was a pizza It was ok It's good food 是ok的 但是不是so lovely 他們就是馬上聽起來是非常好 什麼的 No 不是是ok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有一點 法國人不喜歡這樣 就太尷尬的 因為不是真的 太多的稱讚 對啊 就是變了一個口頭禪了 對啊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